超級小英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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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版 大家早安 我是麗黑姐姐 我是可蘭姐姐 又到了全腦開發的時間了 是的 這是最開心的時間 先歡迎我們的兒童職能指導師阿凱老師 大家早安 我是阿凱老師 阿凱老師好 好 那今天小朋友是來自哪個幼兒園的呢 好棒喔 好精神喔 對啊 一早起來一定要有精神 除了精神之外呢 腦袋也要動動起來的人 沒有錯 那今天一樣要比賽嘛對不對 我們要送什麼禮物呢 我跟你講夏天來了就是要去海邊的時候 真的 而且我們兩個都超想用這個的 真的 你看這可以去海邊幹嘛呢 這叫什麼 就是那種抖抖掏金的那種桃子 然後可以挖寶藏啊 小朋友想不想要 要 所以知道 加油喔 好 加油喔 交給我們阿凱老師 好 你們兩位喜歡的是抖金 真的 好 來 電視機前面的寶寶媽媽 和小朋友早上起來一起動動腦 剛才聽到我們小朋友很大聲的聲音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醒了喔 所以現在要開始動腦了 好 小朋友準備看這裡囉 好 加油 第一個我們來看看大家的觀察力喔 眼睛張大一點 仔細看喔 有幾個書包 六個 六個 當然這不是題目 我們題目是找出兩個一樣的書包 兩個 對 有兩個是一樣的 是幾號跟幾號是一樣 快點 快點 不要把答案說出來 答案的答案 記在心裡面 我看到了 答案 仔細看喔 不講話 五秒鐘的時間 五四 三 二 一 不是啦 好 趕快兩隊換你們的答案 告訴你們的隊長 告訴你們的隊長 告訴我們的麗菲姐姐跟可蘭姐姐 對 好 我選好了 我們派一個小朋友出來 好 我派橘色小朋友 好 來 來 請到前面來 我們要猜拳 我們要猜拳喔 要猜拳喔 贏的人回答 好 先猜拳來準備準備 站在前面囉 來喔 開始 剪刀石頭布 喔 你好棒喔 好棒喔 來 面向前面 告訴大家 答案是 2號跟6號 2號跟6號 好有自信 我們可不可以再有個答案 好 給你 第一題 來 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剛剛答案 2號跟4號 2號跟4號 好 那我們就2號跟6號 2號跟4號 好 那你坐好 來 請回座 好 請回座 好啦 我們來揭曉正確答案囉 好 幾號 2號 6號 6號 對啊 真的喔 好啦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 2號跟6號 為什麼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是2號跟6號呢 6號差別在哪裡 口袋 口袋一個放比較多東西 一個比較長 大小的差別 對 它比較長的關係 那其他就不用說了吧 1號哪邊不見了 口袋 口袋 小口袋 小口袋不見了 3號呢 顏色不對 5號呢 5號 5號 拉鍊太短了 對 拉鍊的位置 所以答案是2號跟4號 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 OK 好 每個小朋友眼睛都張開來囉 好 好 接下來就要考考大家的大腦記 還有機會喔 加油 大家要看清楚喔 要仔細看喔 要自己起來喔 哇 這邊有一個指針 注意這個指針移動的方向喔 還有它的指到哪裡喔 好 先仔細看喔 1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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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喔 這不是題目 這不是題目嗎 這不是題目嗎 藍色 來 為什麼喔 不是 是 是因為 因為我們考的是記憶題 對 所以絕對不是這樣子告訴你的 所以我要問各位的是 她剛才經過幾次 綠色的這一塊 天啊 沒看 真的嗎 回想一下 哇 今天要接到滿色喔 只要從上去 都算一次喔 我會有人 有答喔 喔 超厲害的 等一下 好 等一下喔 好 我有答 好 來 好 我有答 來來來 那這一題我們就兩位姊姊來回答 好了 你跟我講幾次 不要跟她說什麼 反正姊姊自己沒有 答案 好 我有答案了 你會偷偷跟我Pass 真的嗎 剪刀石頭刀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3 3 好 為什麼是3 因為 他第一次過去的時候一定是一次嘛 嗯 然後他有再回去過一次 嗯 然後又再過來一次 所以有3 3 可蘭姐姐這邊答案是3 我們這邊是4次 4次 對 好 首先我們可以確定的是4次應該不是正確答案 喔 為什麼 因為它會從0出來對不對 對 1 2 3 4一定會是回去的 喔 所以其實這是記憶體 可 就是訓練記憶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用這種推理 對 對 你可以先去推論你的答案 到底會不會是正確 偶數一定是會回去 超過這個回去60這個部分 好啦 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家先仔細看喔 我們正確答案 好 好 準備囉 仔細看好 好 沒有 欸 沒有耶 1 2 3 停住 耶 答案是3 4 哇 你真的很想要把它帶回家耶 真的喔 所以這題要怎麼去記 如果從爸爸媽媽的角度來看 我會記的是那個數字 一開始到20回去 又過來到80回到40 然後又過來到100回到80 對 那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他就是記那個動畫而已 就顏色 對 顏色或者是他那個動畫 所以說題目出來的時候 孩子會再去回想一次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好 對 好 我們有2分 他們有2分了 我們兩個 加油喔 好 第三題 來 考考大家的判斷力 好 我們來仔細看看喔 好 這題很簡單 請告訴我這些顏色疊在 這些形狀疊在一起 哪一個圖形在最上面 5秒鐘的時間 5 4 3 2 1 沒關係 回答形狀或是選項都可以 來拍一個小朋友到前面 來 好 我拍這位小女生 你放下來 1 2 3 靠你 好 你第一個來過來前面 好 每個人都有機會喔 來 女生的對決 女生喔 來 剪刀石頭布 好棒喔 沒關係 我們下次再加油 什麼形狀或是幾號 三角形 三角形 好 那這一隊呢 答案也是三角形嗎 三角形 也是三角形 好 那再給兩隊一次的機會 那我知道耶 我知道 我也知道 我們來讓小朋友仔細看 我好多的圖案都一片一片疊在一起喔 最上面的喔 最上面的是哪一個呢 疊在最上面的喔 最上面的最後三秒鐘 3 2 1 好 有沒有其他答案 來 有 有其他答案 來 再各派一個小朋友出來 好 那 你們那邊有沒有人 有沒有 好 剪刀石頭布 哎呀 好 沒關係 是什麼 圓形 圓形 好 那 立飛姐姐這一隊呢 愛心 愛心 好 來 小朋友請回座 我們來看看正確答案是 愛心 愛心 最上面的意思就是 我們全部疊起來 這是從上面往下看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影子 或是你看圖案誰被遮住 而最後沒有被遮住的是星形 所以它是在最上面的 所以我們折一分嗎 對 沒錯 你們三分了 加油 團員姐姐加油 我們這一次有六題喔 所以還有機會可以平手喔 好 那有一半 所以我們一半平手 真的有機會 好 來 小朋友仔細看囉 下一題來分析一下囉 好 我們要好 仔細想想 仔細看 仔細想囉 看一下 今天我有一個十字形的 跟一個水滴形的 結果放到一個天平上 十字形的會掉下去 這代表什麼 它比較重 它比較重喔 對 好 小朋友都好厲害 那有個星形跟水滴形的 結果是水滴形的比較重 那如果現在我把十字跟星星放上去 哪一邊會掉下去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第三個選項叫遺養 好 可以 來 小朋友仔細看 來 最後五秒鐘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誰最怕一個小朋友到前面來 我覺得這班小朋友都很踴躍耶 真的 很想要參與 來 要贏喔 拜託 刀石頭布 好可怕 沒有關係 說不定我們還有機會 對 可能 答案是什麼 哪一邊會掉下去 十字架 十字架會掉下去 十字架會掉下去 好 還有十字架會掉下去 好 你也一樣是十字架會掉下去嗎 對 對 來 我們來看看喔 立北姐姐這一隊 是不是有答對了呢 答案是 正確 十字架這邊會掉下去 耶 好厲害喔 好 那我要請看這位小男生 你告訴我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覺得是十字架會掉下去 因為十字架比較重 還有比較大 還有比較大 哇 好特別的判斷方式喔 因為他比那個星星大 對 比星星大 你用這樣判斷的 好 我們來看看 來 十字架跟水滴誰比較重 十字架 十字架 所以水滴比較輕喔 對 那 星星是不是又比水滴來得輕 對 對 所以誰最重 十字架 十字架最重 誰最輕 星星 啊 假的 為什麼連兩位小女都很信息的感覺 好 我問太快 好 所以回去的時候 可以利用天平 讓孩子去做比較喔 好 接下來下一題 下一題 下一題是什麼 也是分析 也是分析喔 還需要想一想喔 來 哇 拼圖 拼圖沒有錯 位置不會改變喔 想想看把它們聚集在一起 這一塊如果轉一轉 選到正確位置把它們拼在一起 哪一個線條 哪一個顏色會繞成一圈 不會斷掉喔 所以要仔細看喔 不會 其實有很多提示喔 來 最後五秒鐘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一人一次 一人一次 來 每一隊派一個小朋友到前面來 加油 加油 你很棒的 加油 加油 來 我們每一個都上場了 你很棒 剪刀 石頭 布 唉唷 我發現你們這一組好喜歡出布喔 我們現在就出剪刀 好 那是什麼 那叫做石頭 什麼顏色 或是哪一個選項 紅色 紅色 紅色會繞成一個圈圈 是不是 對 好 那這隊有其他答案嗎 有沒有其他答案 橘色 橘色 好 那我們就紅色跟橘色 來看看誰對囉 好 請回座 來 小胖請坐好囉 好 正確答案是 綠色 真的喔 這是放上來 好棒喔 好 來看看 紅色 的確 這一條剛才在轉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判斷 紫色在這張圖已經有斷掉了 所以不可能 然後另外這個顏色在這邊是有斷掉 沒有連起來 所以只剩下 其實應該只剩下紅色跟綠色做判斷而已 然後要看圖案的旋轉的時候的接點 紅色事實上是接不上的 最正確答案是綠色 所以小胖兒以後遇到這種題目要仔細的看喔 好 好 接下來 最後一題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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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有運動家的精神 對 要完成 好 堅持到最後 來 想一想 今天好多圖案排在一起喔 排成這樣子 這樣的順序 最後一個應該是哪一個圖案才對呢 你需要提示嗎 知道了 你知道嗎 怎麼可能 真的 這麼快 好 這一對我們都會換可蘭姐姐回答 好 來 那麗菲姐姐呢 趕快 趕快 告訴麗菲姐姐妳的答案是什麼 妳的答案是什麼 小小聲說 可蘭姐姐怎麼趁這個時候再問別人 沒有 她在跟我們一樣 好 最後五秒鐘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可以嗎 兩隊隊長可以回答嗎 我可以啊 好 麗菲姐姐這隊有答案嗎 我可以啊 我們這一組只有一個人的答案跟我不一樣 真的喔 可能她是對的喔 真的嗎 真的 所以妳們就記得選項了喔 我記得 那就請兩位數到三 妳們一起比出妳們的好 好 來 準備囉 一 二 三 第三個 結果旁邊選一比四 還有五 五在哪裡 還有其他的數字 好 第三個 我們來看看 正確答案是 第三個 耶 好 兩隊都得分 好 為什麼是第三個啊 小燕姐姐告訴我們 為什麼是第三個 因為我是從顏色開始算 像第一個是紅色 黃色 那個藍色 綠色 所以紅色 黃色 藍色 最後接綠色 而且綠色的形狀也跟別人不太一樣 了解 還有呢 我跟它是一樣的 一樣的方式 因為用顏色來做 然後第一個紅色跟第四個綠色 它是長方形 然後再來是兩個圓形 是 它的邏輯是除了顏色是四個顏色去做輪流以外 形狀是用三個去做輪流的 所以它會變成長方形 橢圓形 五角形 長方形 橢圓形 五角形 所以你可以藉由這樣去判斷形狀出來 然後呢 顏色是四個 紅色 黃色 藍色 綠色 紅色 黃色 藍色 綠色 好厲害喔 大家好厲害 好開心喔 來 最後的比數呢 最後的比數呢 是麗菲姐姐這一隊獲得了五分 葛蘭姐姐這隊只有一分 沒關係 下次再加油好了 今天表現也很好 非常棒 所以這就是屬於你們這一組的榮耀 帶回去喔 阿台老師有禮物要送給我們觀眾朋友 是的 剛才我們的題目當中有一題大家 好多答案的是什麼 疊疊樂 對不對 大家沒有分清楚上面跟下面的概念 所以呢 我就準備了疊疊樂的遊戲 現在發現小朋友好像都不太認識疊疊樂囉 對 好像疊疊樂好像是我們年代 對 知道嗎 對 要一個一個把它拆掉疊得很高 還可以變成骨牌來疊喔 然後我們發現很多小朋友連疊疊樂 都有iPad上面3C產品的APP喔 所以小朋友都幾乎不玩了 這個可以幫助孩子的精細動作 手眼協調喔 好 來 要怎麼樣得到它 請記得上網回答問題 我們的問題是 我這邊上面有五個蛋糕 請上我們的粉絲專頁回答 哪一個蛋糕不一樣 好 小朋友你們想要的話 趕快回去以後趕快上網回答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我們的獎品喔 對的 是我們來看老師 對的 理想要電帶回答 好 我們現在馬上進行我們的下個單元